你 你还来 我来是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 你要是耍酒疯你滚远点 再不走我叫裙部了 我让你进来了吗 你出去滚 你要干什么 高灵灵 我告诉你 你再也不会出现在我这儿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 名门望族 淑女 我告诉你 你就是个贪暮虚荣 水性洋化 贱一个爱一个的贱女人 你说够了吗 可以走了 门在那儿不送 当初我和淑贤在一起的时候 你耍尽各种手段勾引我 好 你现在得到我了 你是这样对我 你说够了没有啊 算我求你了 赶紧走行不行 我要休息了 请你马上离开 你要干什么 你干什么呀 你说什么纯洁 又不是第一次了 你干什么呀 走开 你干什么 走开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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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我就这么讨厌你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谁 高粮 아니에요 你候好我 好好和那傻子在一起吧 我告诉你高粮 你陷进去吧 你完蛋了 你完蛋了 好了 月亮 你别送我了 前面我自己走就可以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今天 为什么发那么大的活 有什么误会 大家说出来解释一下 不就好了吗 他以前可不这样 我理解那种感受 就像 你当时跟我说 不再跟我做朋友了一样 当时我也很害怕 就像天药塌下来了一样 早点回去休息吧 高玲玲 高玲玲 我是月亮 你开开门 灯还亮着呢 我知道你在家 高玲玲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其实我们不应该怀疑你 我很理解你现在的感受 你 你先开门好不好呀 月亮 你回去吧 我没事 高玲玲 你怎么了 你没错 高玲玲 你不要向我道歉的 高玲玲 你怎么哭了 发生什么事啊 高玲玲 开门呀 有事开门说 你走吧 我们两个脸再见任何人了 我求求你了 开门呀 高玲玲 你回去吧 开门再说 开门呀 开门呀 高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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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灵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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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月亮 我该怎么办 我 我没人相放了 怎么会这样呢 我要不要送你去医院啊 不怕 不怕 月亮在哪儿 月亮在这儿呢 是谁干的 你告诉我是不是 徐伟健 我出去抓他 不是徐伟健 是我刚刚一个人在公园库 不知道从哪儿碰了一个最憨的 他 那我去找爸 无论如何我都要抓到他 别告诉你爸 这件事情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我却要求你 别告诉任何人 我答应你不跟爸说 不跟桂花香说 我一句话都不说 一个字都不说 你放心吧 月亮 我现在心里特别乱 你能陪我一会儿吗 我陪着你 我 我陪着你 不怕 不怕 灵灵 你一个人跑到公园去干什么呀 我 我陪我跟你们闯完架 我心里特别难受 我从来都没这么难过过 我就想一个人见一见 我就在公园里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想起你怎么帮我 想起你怎么帮我 怎么对我好 谁知道有一个罪恨 他抓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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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害救命都没有人来 我当时就在想 原来会来的 原来会来救我的 他会来救我的 他会来救我的 你陪我 你陪我 都是我不好 全都是我的错 是我害了你 他 桂小姐今天怎么这么好 请我喝酒啊 有何归干呢 如果是要跟我提高玲玲的事 那就算了 我可不想再跟她 扯上任何的关系 我早就当她死了 徐先生 上个月你还老去找她 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快啊 我承认 我承认我以前 是笨得跟猪一样 在这么一个坏的 冒泡的女人身上 投那么多的感情 花那么多的钱和时间 一点都不值 她怎么坏了 如果我没猜错 那个傻子 现在已经被高玲玲勾走了吧 而你 却只能躲在房间里哭 对吗 你怎么知道 有什么我不知道的 她高玲玲想要的男人 没有一个能逃脱 我和我的未婚妻 在一起三年了 都走到结婚这一步 喜帖都发了 谁知道高玲玲一出现 使尽各种手段把我勾引了 不到一个礼拜 我的未婚妻就被她赶走了 她这么厉害啊 算了 不想再听 一想到她 我就恶心 我先走了 安徐先生 你一个月变化这么大 总归有个理由吧 那天晚上我生日 想找她陪陪我 你也知道 男人喝了点酒就 又不是第一次 可是她 她居然打了我俩巴掌 这也算了 她居然还在我面前哭 搞得我什么兴致都没有了 那天晚上我从她家出来 在对面的肩旁刚吐完 就看到那个傻子冲了上去 她一定是被高玲玲给迷住了 绝对是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你就等着看那个傻子 有多惨吧 徐先生 您生日几号啊 问这个干吗 我就随便问问 六月八号 怎么是你啊 你来干什么 我有事要问你 你不用问我了 我什么都不会回答你的 你是不是跟月亮说 六月八号晚上 你被一个酒鬼给强暴了 既然你都知道了 干吗还来问我 你在欺骗月亮 桂花香啊 你怎么连这种话都说得出口 大家都是女人 我会拿被强暴这种事情开玩笑 那个公园有很多酒鬼 你经过他们身边 闻到那身酒味 你都会觉得恶心 更何况我是被强暴 我不指望你来关心我 但是我现在已经够倒霉了 请你别再往我心口插刀 上口上撒盐了好不好 你能不能先不要那么激动 我只是想弄清楚事情而已 徐伟健跟我说 那天晚上他跟 你别再问了 你来找我 无非就是想让我 第三下四地跪下来求你 但是我不会的 这件事情被你这种人知道 难道你还会好心地替我隐瞒吗 我知道 明天银行所有人都会知道这件事情 程家上上下下的人也都会知道 没关系 大不了我被银行开除 大不了程家不让我跟月亮继续交往 大不了我像以前一样 自己一个人过日子 你能不能不要岔开话题啊 我问你 徐伟健说他明明在下楼的时候 看见月亮往上走 你怎么可能有时间去公园 你怎么可能被强暴呢 桂花香 我们三个曾经也是好朋友 你为什么要这样咄咄逼人 追着人不放呢 你是不是要把我怎么被人晒耳光 怎么被人撕开衣服的细节都统统告诉你 你才满意呢 高灵灵 你始终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问你 你是不是在欺骗月亮 你根本就没有被强暴是不是 我怎么会认识你这种人 还跟你做朋友 你出去 我不想再见到你 你出去 出去 高灵灵 你知不知道月亮 为什么会告诉我这个事情 今天在马路上 他差点被日本兵抓走 他说人随时都会死 他爸死了以后 我永远都不知道这个秘密 永远不知道你有多可怜 他希望我们继续做朋友 对不起 我现在不想听到你的声音 你出去 好 那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你骗一个真心对你好的人 你忍心吗 你别再说了 你别说了 你出去 高灵啊 出去 不要跟我 月亮 月亮 你为什么要把那件事情告诉桂花香啊 我 我没有啊 他昨天晚上来找我 说我撒谎骗你 要我把被人强暴的每一个细节全都告诉他 桂花香怎么会做这种事呢 月亮 你别这么单纯了好不好 你不是女人 你不会懂的 一个女人为了爱情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她待会儿肯定会来找你 说我撒谎骗你 她会说 我们家楼下的公园人来人往 如果我被强暴了 怎么会没有人知道 还会说 虚未接那天晚上来找过我 爸 高灵灵 你又在跟月亮说什么 程老板 唐经理 高灵灵 你们的事我跟程老板都知道了 你用不着看他 不是他可以告诉我的 是我昨天经过公园的时候 看见他一个人在哭 我逼他把事情说出来的 唐经理 我知道他跟你说了什么 但事情真的不是那样 好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个许伟健说他离开你房间之后 就看到月亮马上就上去了 那我请问你 你哪有时间去公园 怎么又会被人强暴 程老板 你们这样不公平 想不要跟我说公不公平 我要听你解释 唐经理 我知道你跟桂花香关系很好 你还曾经把她误认为是您的妹妹 我不想听废话 但是您不能这样偏袒她 我是想听你解释 无论我怎么解释 你们都不会相信的 别走别走别走 月亮她必须知道真相 你说 你不说我说了啊 那天晚上许伟健去找你 他喝醉了酒 要求给你复合 还想给你期日 你不肯就把他给赶走了 他前脚一走 月亮刚好就上去了 他看你那么狼狈的样子 你就索性说你被人强暴了 因为 你知道月亮她心软 是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 你们冤枉我 这都是桂花香的一面之死 我就相信桂花香讲的话 我认识唐经理那么久了 跟她经历那么多事情 桂花香是她的妹妹 我对她的了解也是一清二楚的 原本我还想叫她做我的儿媳妇 可是月亮她突然说 她喜欢像你了 你说我这个做爸爸的该怎么办 我必须要了解 高玲玲 我认识她 是她的 杀 你这个脑袋到底是怎么长的 一会儿聪明 一会儿笨得跟猪头一样 人家说什么你都相信啊 我要去找高玲玲 高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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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事 高玲玲因为另有高救了 所以她辞职了 玲玲 记得以后有空 要常回来看我们啊 高玲玲 高玲玲 月亮 高玲玲 回来 月亮 来 过来 月亮 你怎么搞的 你不会真的喜欢高玲玲了吧 我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高玲玲 那你还追她干什么 我觉得她很可怜 我会有什么好看的 她很可怜 但我也会有什么事 啊 啊